女性荷尔蒙的波动不是只有月经的表现而已 它还会有心悸、潮热到汗 甚至记忆力丧失 以及增加心血管疾病、骨质疏充和糖尿病的风险 那么到底除了荷尔蒙补充之外 有没有更符合我们身体规律的天然之道呢 今天就要来跟各位介绍 期待坚持干细胞来的外密体 作为一个荷尔蒙的替代疗法 欢迎您来到心灵咒语我的频道 我是心悸律师和郑平医师王立惠 全球有八成的女性报告呢 她们有类似有像更年期的症状 不一定要停经 但是呢她们都经历过潮热到汗 在30岁到39岁的这个区段 就是很年轻的女性呢 在现在社会压力的状况之下 也渐渐的有人有卵巢早衰的这个情况出现 今天就是要来跟各位介绍呢 期待坚持干细胞来的外密体呢 可能可以作为一个荷尔蒙补充的替代疗法 因为呢我们现在发现干细胞来的外密体 可以帮助女性抗发炎抗老化 然后卵巢回春 透过什么路径达到这样的效果呢 也都已经被研究出来了 就是呢外密体它本身的microRNA 这个microRNA所攜带的讯号呢 在转入之后啊就可以改变你的基因的表现 让你呢卵巢可以分泌更多的雌激素 然后呢让你的组织呢 对雌激素更加的敏感化 就是呢接受的更好 那对你的卵巢细胞有增殖的效果 也就是让你再生细胞再生的更好一点 接下来跟各位介绍两篇都是 2024年非常新的医学报道 第一篇呢是由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妇产科 然后联合了叙利亚大马士格的妇产科 还有埃及开罗大学的癌症中心 以及韩国顺天国立大学的研究中心 他们联合研究的报道 在这一篇报道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在对照组 还有用期待兼职根细胞的外密体治疗的 这个治疗组 他们之间的差异 那我们现在来跟各位呢 详细的说明一下 首先呢我们透过ELISA的定量 我们可以发现呢 用外密体处理过的卵巢 它的雌激素的浓度 显著的升高 然后没有处理过的呢 已经雌激素浓度很低了嘛 就是更年期前期 外密体啊 它对于关键性的荷尔蒙 也就是雌激素的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潜力 在这里被我们看出来 在有治疗的这一边呢 它的荷尔蒙的浓度 可以到达61.8pgmm 然后对照组的话 只有2.6pgmm 那这差距呢 几乎就是30倍啊 你可以看到这个雌激素浓度的上升多这么多 那再来的话 它换了一个东西 它用PCR来定量 那它发现呢 有用外密体治疗的这一组的话 它雌激素的接受体OFA 它的表达显著的增加 也就是可以看到雌激素的接受体变多了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你的组织会对于雌激素更加的敏感化 所谓接受体的意思就是 它像一个小嘴巴一样可以把雌激素吞进来使用 那么当你这个小嘴巴变多的时候 你当然吃的雌激素就变多了嘛 所以呢就是你的身体会对雌激素变得很敏感 然后很好使很好用 这不但是雌激素的产量增加 而且呢我们在组织层面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对于雌激素变得敏感了 然后也用了这一篇组织学来看 就是直接去拿卵巢的切片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有经过外密体治疗过的是您右手边的这个 你可以看到它的细胞变得这么多 密密麻麻的细胞 你就可以发现用外密体治疗过之后 你的卵巢的再生的情况 或者说回春的情况 或者说增生的情况呢 就是变得很好 那为了去确认的话 我们也给细胞做了标记 我们用PCNA来做标记之后 我们也看到左边这个是对照组 然后右边这个是有用外密体治疗的 然后最后面的右边的柱状图的话 我们也可以看到绿色有治疗过的 它的细胞增值是显著的增加 那这个的话是去看它抗雕王的活性有没有增加 那左边是对照组 右边是治疗过的 我们可以发现呢 它抗雕王的活性呢 也提高了大概有9% 那这个是我们刚刚讲过的 它雌激素的接受体olfa 整个的表现呢 有几乎高了将近要两成 所以就是使你的组织会对雌激素更加的敏感化 那如果是细胞凋亡的凋亡物 我们也去把它做了标记 把它mark 上去我们来看 我们发现的细胞凋亡确实就是减少 各位可以看到在 左手边这个是对照组 右手边这个就明显死亡的细胞有比较少 然后在最右边的话这个柱状图 各位也可以看出这个柱 刚刚这篇Journal article是来跟我们讲 期待坚持干细胞的外密体直接在卵巢的作用 然后它造成卵巢的增生 雌激素的产量增加 你的组织对于雌激素的敏感度增加 然后你的组织呢 去接受雌激素的这个所谓接受体也增加 而且呢 雕王也减少了 抗雕王的力量倒是增强了 接下来我们跟各位介绍另外一篇 也是2024年的很新的一篇Journal article 它是要来告诉我们 用尖植干细胞来的外密体来处理卵巢早衰 那它卵巢早衰 它选的这一组是30岁到39岁的 就是真的是非常年轻化的卵巢早衰 所谓的卵巢早衰 就是你的卵泡啊 开始出现一些萎缩或者是蜕变 然后在30几岁就开始卵巢早衰的话 可能就会提早停经嘛 就是你早庚 俗称早庚 那这个的话它是用骨髓尖植干细胞来的外密体 来做处理的 那他也发现骨髓尖植干细胞来的外密体 处理之后呢 这个卵巢的细胞啊 卵泡细胞的形态就渐渐的就改变 然后就防止了它的过早凋亡 所谓早衰呢 一样就是发生类似像停经的事情 你可能30几岁就开始有这种停经的现象的话 那么很可能就不孕嘛 因为这个时间可能还是怀孕期 那用了外密体来处理之后呢 改变了它的卵泡的形状 让它的卵泡能够不那么容易凋亡 那就可以阻止它继续恶化下去 造成整个卵巢萎缩掉 所以呢 这现在被认为就是呢 兼植干细胞来的外密体 真的可以是一个 对于女性有帮助的 一个治疗方法